大家好,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今天进行了升级 我把现在俄军最新的打击结果给大家汇报一下 今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打击了19母也就是哈尔科夫地区 乌军的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 实际上是在舍别林斯基天然气加工厂 大家可以看今天打击的画面 俄军发射了赫101许央导弹 现在乌克兰在东部地区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全部被摧毁 乌克兰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证实 也就是说乌军未来在哈尔科夫地区 在基辅地区地尼伯方向 当地老百姓也不会有天然气供应了 所以当地的基础设施全部摧毁 很有可能未来也就是整个冬季 乌克兰的天然气都会出现供应短缺 乌克兰现在可以使用它的库存 但是如果库存消耗完 乌克兰获得不了新的天然气 那么整个乌克兰冬季使用天然气 冬季供暖甚至做饭使用天然气都会出现困难 停电停天然气 未来很有可能也会停水 乌克兰将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今天对哈尔科夫东部的天然气管道 技术设施进行打击 实际上在6月份 俄军曾经摧毁了当地的舍别林斯基 天然气加工厂 当时这个大火烧了一周的时间才被扑灭 今天打击的时间是在莫斯科时间下午1点 哈尔科夫室内一共有三声爆炸 所以俄军完全摧毁了在哈尔科夫附近的 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 另外在基辅方向 俄军也打击了基辅的天然气工业基础设施 另外在蒂涅伯 今天俄军攻击的蒂涅伯方向 主要是攻击蒂涅伯的军工厂 也就是蒂涅伯的导弹生产车舰 现在我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对蒂涅伯·比特洛斯克地区的 车舰被完全摧毁 另外在扎波罗热 用于生产 乌克兰武装部队雷达站和多管火箭炮的电子原件厂也被摧毁 这是现在最新的情况 对蒂涅伯的南方机制造厂对扎波罗热的火箭炮以及雷达电子 器件生产的工厂进行了摧毁 另外在南部的奥恰科夫也就是在这个方向 俄军使用无人机 伊朗的无人机 攻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奥恰科夫的预备队装备中心以及预备队的营房 这个地区实际上我之前节目介绍过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登陆 要在赫尔松南部地区半岛进行登陆 乌军向奥恰科夫方向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装备 另外人员已经集中了 很多预备队作战人员已经抵达了 另外还有一些装备也在这个方向 今天俄军出动无人机 首先轰炸了基地装备集中区 未来乌军想要再度越过蒂尼伯河进攻金伯恩半岛军事行动 经过俄军这次打击将很难在这开展 所以俄军今天在奥恰科夫也攻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突击力量 其中也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工兵 那么在奥德萨在扎斯塔瓦的一个军事单位也遭到俄军的袭击 那么这个军事单位很有可能驻扎有工兵 利沃夫地区给大家介绍了 利沃夫地区是北约的基地 北约工军基地也被摧毁 另外在文尼查、布尔塔瓦也都攻击了相应的军事单位 这是今天俄罗斯出动轰炸机图95 另外还有告示巡洋导弹攻击乌克兰最新的消息 在赫尔松市中心 现在也发现赫尔松市中心 乌军的情报部门对当地老百姓开始进行甄别 而且逮捕了大量的当地老百姓 现在我获得的消息从15号开始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情报人员就不允许赫尔松当地的老百姓离开 也就是整个开始戒严 15号开始就开始戒严了 不允许老百姓离开 这是当地媒体拍摄的画面 那么大量的当地的老百姓被逮捕进行甄别 也受到酷刑 现在乌军的说法 很多人是与俄罗斯合作 但是现在当地有媒体报道 很多人只是和俄军有过交谈 就被举报 然后被逮捕 所以现在整个赫尔松市内 会不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现在很难说 就是乌克兰的武装部队 虽然表面看前段时间西方媒体 包括海外媒体也在说解放了赫尔松 但实际上现在赫尔松老百姓 面临的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这些情报头子 严刑拷问 进行这种身份识别 身份的甄别 有些人可能会被判死刑 会被处决 所以我说赫尔松现在室内实际上 已经发生人道主义在那 但是联合国现在包括西方媒体很难进入赫尔松 因为乌克兰方面不允许西方媒体进入 所以现在整个赫尔松 并不像有些包括台湾媒体 海外媒体介绍的 乌军解放了赫尔松 像现在赫尔松 现在是人间炼狱一样 第一你不能进 第二你不能出 在赫尔松老百姓 要为乌克兰进行甄别 你为俄国人工没工作过 另外和俄国人有没有过交往 甚至你的身世 你是不是俄罗斯族都要进行甄别 所以我说实际上乌克兰现在在赫尔松 正在开始这种大规模的清醒 所以赫尔松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现在俄罗斯也非常关注 我之前说过 俄罗斯要求赫尔松居民赶快撤离 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这些没有撤离的人员 一部分他并不支持俄罗斯 另一部分人他没有想到乌克兰对他 进行这种甄别 所以我说留在赫尔松的很多人 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这非常悲哀 另外一点呢 卡多罗夫呢今天呢 也回应了 回应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也宣布 正式将卡多罗夫列入战争罪犯的通缉名单 那卡多罗夫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发表讲话 卡多罗说乌克兰当局处于错误的立场来发号施令 我没有自己的条件 而且更现实 首先承认卢干斯克 顿捏斯克 扎布洛赫尔松 克里米亚 塞瓦作布尔为俄罗斯领土 引渡所有应对俄语人 人口暴行负责任的法西斯罪犯 或对他们进行正式的审判 以及当之无愧的自由限制 如您所见 与泽连斯基的条件不同 没有什么复杂的 但战争终将终止 在那之前 我个人认为对谈判的结果是不可接受的 我不想提醒你 如果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发生 特别军事行动在没有遵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结束 那么在车臣共和国就会有志愿去 包括我自己 他们将迫使班杰拉法西斯分子 为此每一滴血负责 我们不会与这种撒旦共存 而且卡多罗夫也对自己被乌克兰政府通缉 他也发表讲话 他说自己将前往乌克兰 很有可能会前往乌克兰的战区 而且会公开自己的位置 这是卡多罗夫说的 现在看卡多罗夫提出的谈判条件 是希望基辅承认现有的俄控区 就是俄罗斯控制的俄语区 但是现在基辅完全不可接受 如果现在泽连斯基接受了和谈 美国也不会同意 所以现在看乌克兰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另外梅德威杰夫也今天发表了讲话 他说俄罗斯联邦私有财产被西方公开掠夺 所有掠夺俄罗斯国家财产的国家 将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国家的金钱以及其贵重物品达到3000亿美元 这足以补偿从俄罗斯偷走的东西 他这个话实际上 就是西方如果在全世界没收俄罗斯资产 那么俄罗斯可以没收所有在联合国 公开支持没收俄罗斯资产的国家 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 梅德威杰夫说一共有3000亿美元 甚至超过3000亿美元 就是西方国家在俄罗斯资产 下一步很有可能会被俄罗斯没收 在莫斯科方向 今天莫斯科市中心的萨多沃德市场出现了火灾 现在莫斯科实际上俄罗斯国内的情况也很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在俄罗斯也有很多特工 所以俄罗斯未来很有可能面临着国内恐怖主义的危险 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停水停电停气 乌克兰很有可能会派出特工前往俄罗斯 攻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 在俄罗斯市场放火 甚至在俄罗斯 包括远东 包括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 攻击俄罗斯这些能源基础设施 所以我再次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 在俄罗斯所有城市的华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乌克兰一定会派出特工前往俄罗斯 会制造混乱 甚至制造爆炸事件 所以我提醒在俄罗斯的华人 近期一定要小心 远离人群聚集的地方 另外远离首先能源技术设施 像什么加气站 加油站 这些设施一定要远离 另外大型的国有的一些能源技术设施 工业企业 冰工厂这些东西也要离开 尽量远离 它很有可能成为乌军未来袭击目标 这是俄罗斯方向 白俄罗斯方向 白俄罗斯公布了最新在乌克兰边境的画面 从画面也可以看 白俄罗斯国家边境委员会公布的画面显示 乌克兰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开始建立格力墙 有水泥还有带刺的铁丝网建造了围栏 可以看到 从布列瑟一直到哥梅利切尔尼哥夫 这个北部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 已经完全被封锁了 乌克兰现在正在建造格力墙第二段 也就是反坦克豪宫 未来在基辅北部地区 俄军想要使用坦克部队冬季攻击基辅的话 首先要越过格力墙 然后就是坦克豪宫 难度会增加 这是白俄罗斯方向最新的消息 现在来看俄乌战争 整个冬季俄罗斯要削弱乌克兰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现在实际上出现了能源危机 乌克兰如果也没有能源 乌克兰需要西方的援助 它包括自己的天然气石油这些设施 被摧毁以后需要西方的援助 西方就不能够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大家要理解 本身乌克兰的运力在下降 另一方面乌克兰的消耗在增加 除了军火消耗以外 能源消耗也在增加 所以一部分运军火的运力 就需要来运能源 运天然气 运石油 那么实际上乌军获得骨气补给 这种运力大大降低了 所以俄军通过攻击乌克兰 第一消耗乌克兰 消耗乌克兰的后勤补给能力 另一方面也通过消耗乌克兰来削弱欧洲 欧洲现在也很难向乌克兰提供能源 但我说过乌克兰老百姓整个冬季将没有水 没有电 没有天然气 你可以想象这个冬季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今天乌克兰战场最新的情况 整个俄乌战争现在来看 俄罗斯已经把这个战争升级了 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开始进行大规模空袭 停电停气下一步停水 所以我还是建议在乌克兰的华人 包括这些大城市的华人 能离开乌克兰尽快离开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起泄奥 不可不可能 询说